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铁岭市各地扎实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以实实在在的成效 让群众分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 铁岭县菜牛镇的魏亚平 在参加专业技术培训时 需要办理社保卡 在有储银行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社保卡就办理完毕了 方便又快捷 铁岭就能办得挺方便的 然后就来了 确实挺方便 几分钟就办完了 你看我这办完了挺好的 铁岭市人社局社保卡申领 及时办业务 针对群众申领 补换社保卡 等待时间长等问题 与中国银行邮政储蓄 辽宁农村信用社合作 在全市开设社保卡 标准化发卡网点 时常从30个工作日 缩短到及时发卡 立等可取 当时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我们人社局坚持 领导干部示范学 线上线下同步学 设立专办重点学 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 实现了党性修养 和业务能力的双提升 家住铁岭市银州区的寄淀五 到家附近的社区警务室 办理户口迁移 民警很快就为他办完了相关业务 家在那中 我的那个到这办事还挺近 不论办啥 而且这个服务态度都不错 不用那个这儿跑那儿跑的 挺好 1加4加恩是铁岭市公安局 推出的便民警务新模式 在1加4基础上 结合实际增设 N项便民业务 把警务室办成了群众 家门口的派出所 车管所 外事服务点和治安服务站 目前铁岭市已建成 社区警务 1加4加恩综合服务站35个 铁岭市公安局 实施1加4加恩家门口就近办 便民警务新模式 将办理护证 车驾管 出入境 治安等民生高频事项 下放到 全市具有条件的派出所 及城区社区警务室 创新党建 加法治化遗产环境新模式